大家好 跟大家聊一会儿 在户外这边 今天这边是比较热 但是跟国内那种三福天比起来 这边还有点风吹起来 还蛮舒服的 也就是随便聊 聊了我做自媒体吧 然后也没写稿聊哪是哪 这两天我就突然在想 我怎么突然间就成为自媒体人了 真的 我这要说的话长了 因为从很多年之前 大概七八年之前 我就想过 如果哪一天我靠着写文章 能够养家福口就好了 有一个作家的梦想 在内心懵动 然后可能随着机缘巧合 国内公众号的兴起 慢慢慢慢这个知识是可以变相了 写文章有人喜欢有人 然后通过不断的写文章 也是逐渐的发现了自己的缺点 短板 然后慢慢慢慢发现 成了就成了一个自媒体人了 当然了 成为自媒体人 其实门槛其实是最低的 我感觉你各种创业 我觉得这种自媒体创业是一个比较低的门槛 但是它也不是说就适合于所有人 这么说吧 你想搞自媒体 你得满足几个条件吧 第一 你得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垫底 就是说你要给观众传达出来的 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 你得有你的特点在里面 要么是犀利的观点 要么就是说你有非常漂亮的颜值 对吧 当然了你们都是普通人 大家都是普通人 我也是普通人 没有金城武跟李冰冰那样的颜值 咱们就不要想着那种是吧 别人主动去靠近那一种 有许多自媒体他们粉丝上百万几百万的 你看他们那些博主很漂亮很漂亮 那些美妆的 我都关注了好几个 那女主播确实漂亮 但是咱没那条件咱就不能比 咱们就想办法让自己多学点知识 消化吸收融融合成自己的一些观点 然后再给发表出来是这样 我是希望一些朋友能够多开自媒体的 但是呢 确实需要一些知识的积累 你说我吧 其实我等于说是我很多年之前我遇到一个贵人 就是说他帮助我去改变我的调整我的方向 那时候我正处在一个求知的一个十字路口 有很多方向把握不对 我认识一个人的QQ里面就是看到老张吧 老张 老张只比我大两岁啊 没比我大多少 但是他真的是属于那种那种文科类的天才 为什么说他是文科类的天才呢 他初中啊 他就他初中的时候学历史就可以把历史老师问到哑口无言 他说这教科书上的这些历史交给我们的前后逻辑不对啊 自相矛盾呀 老师你看看这123怎么对不上呀 一切老师都回答不上来 那他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一步了 后来呢他就他又老张啊 他又把一些什么党史资料啊厚厚的一落那些内部资料 都给看了一遍落起来加起来都有两米多高啊 然后他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呢他说后来他出去工作的时候 他都是他的他的职子把他那些书全都给卖废品卖了 把他气得不轻啊 然后又把他把他值得打了一顿 我跟他说因为之前我找到借书嘛 我说老张你有没有书就借给我看看 他说你别提了我的书都被我值得卖废品卖了气得我把他打了一顿啊 打一顿不减黑就打两顿啊 老张呢他就是在很多方向上面给了我许多引导 所以说我在求职的路上吧 弯路吧走的不多 我呢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希望能够拜一些名师啊去 能够当面的去聆听教会啊去跟他们学习 你比方说我见过有个一面之缘的像重庆大学前 重庆大学副教授唐松老师啊 我跟他只有过一面之缘 也是朋友介绍认识一次 但是就觉得有知识真好啊 然后特别崇拜那种有知识的人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什么知识分子 其实我顶多也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 我给自己的地位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 看了书也就那两三百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跟那些真正的老师比起来我差的太远了 像那些什么什么社会学家周孝正啊 还有还有那个历史学家新浩年啊 之前那个浩我念错了 我念成新景年了 这是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那个字是念浩年新浩年 这些都是我非常尊重的那些学者 还有像其他的像袁冬飞 我也是非常喜欢他的视频 之前袁冬飞的视频也算是给我开悟的一个老师吧 虽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对吧 就是说希望大家在这个 如果说要是搞自媒体想自己实现 支持创业想每天睡到自然醒那样 确实是需要一些知识作为铺垫垫垫 当然得时刻保持自己的求知欲 因为越往后就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挺无知的 而且我也觉得说这句话也并不丢人 我给大家推荐几本书看吧 说到这的话 比方说台湾的历史学家唐德纲 唐德纲的全集都可以看一看 唐德纲的书写的确实都不错 还有包括像美国有一部书 叫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 这本书非常不错 这本书是加起来只有这么厚吧 就那种大的 就是说他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一直到这个二这两千年之后 每一章节他写的都非常细 历史的跨度 而且是层次分明有条不紊 而且是有很多那些什么历史的那种典故影剧 就是非常可图性非常高的 还有什么书可以看呀 比方说像那个什么 经济学原理也可以看一看 因为你要想搞自媒体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你的涉链面要非常的广 因为我就感觉在经济学这一块 跟那种数学金融这一块是自己的短板 有时候你去查一些经济数据 你看那些什么各种公式那些东西 看着人脑子会晕 像那种经济学原理 花几个月去好好去看一看 也是对你有帮助的 之前我也看过 但是呢感觉自己是学的一点皮毛吧 学的不精 但是比如说历史的话 其实是人人都可以看到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吧 它还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 因为汉字大家都认识 是吧 因为这个历史呢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大家从自己的兴趣点去入手去看 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乏味 有时候会觉得之前看书看的太多了是吧 然后教科书看多了 什么一天到晚看那些假的历史书 看那些没有用的政治书 还有那些什么老师给我们洗脑的那些书 看那些书确实是容易睡着觉的 但是你要是看那些历史吧 你要是觉得你看上瘾了 那就是你会发现你打开了一扇窗户 窗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绚丽多彩 什么都有 对了还有一部还有一部一部书特别精彩精彩 当年明月啊 什么明朝那些事 这本书呢 虽然说就是你看着写的跟小说一样 但是他写的是非常精彩 可读性非常强 你抱起书你就不舍得放下来那一种 你连天加夜 你就想把它看完那一种 当然了你说这个当年明月你说他的水平 就是跟什么义中天啊 跟那些什么那些那些什么就是 科班的那些历史学家 比起来可能会有些瑕疵啊 他的一些观点跟历史的影证 但是呢他会给你打开一扇门 然后呢你再对比其他的那些写明朝那些书啊 你会产生一个疑问 哎当年明月是这么说的呀 是吧你怎么这么说 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哎产生了疑问这是好事知道吗 产生疑问这是好事就怕你没有疑问 就怕你自己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什么都知道 这样的人是最最无敌的无敌是很寂寞的 你说遇到这样遇到这样的人 你你不要跟他去辩论 你辩论不过他 因为你们的思维层次 思维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呃还有什么书可以看啊 呃 什么有条件出国的就从国外买 国外的特别是台湾 因为台湾他作为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吧 呃唯一就是实现了这种民主转型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地区国家是吧 一个国家我称之大为国家 哎 所以说他的文化这些层面还是非常的包容 并蓄啊兼容 就是说台湾虽然说有可能也有很多是呃 文化糟糟糕在里面 但是对于这种说汉语的这个族群来说 啊 台湾那是文化这个文明程度最高的了 啊 咱们就可以去就是可以去台湾去走一走 从台湾的那种书店里面去挑一些书过来看一下 然后充实自己的大脑 你看多了之后你自然有许多想表达的东西 你自然就就想去写一些东西啊 是吧 哎 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你为什么不开直播呀 直播还能赚打赏 哎 其实我也想开直播呀 关键我这个口才还没到呀 我跟你说我两个月之前我三个月之前我说话 我还结巴呢 我说我还结巴 现在我说我偶尔也会结巴 我口才我很差的 我觉得这像这种呃 像这种在YouTube上开频道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讲演能力 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我觉得现在时间还有点早 还应该再多磨练磨练 再多录个这么一两百个视频 把自己的口才啊再练一练啊 我这个当然我说这个口才并不是说什么 灵牙利齿了 什么什么我倒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我只要求自己能把话说清楚了 别结巴啊别老是就是脑子老卡壳 我跟自己的要求其实其实很很低 也不对自己要求更不高啊 我也有自知之明啊 哎是就是说开直播以后再开吧 而且我希望而且我有一个计划是 呃半年之后啊我想我想开始动笔去写写书啊 现在先不写 现在有许多的一些思维还在满脑子乱撞 还没有沉淀下来那样的话 如果要是写下来的话 就会可能会闹笑话 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前一段时间的字笔 是一个傻叉是吧 而且这种而且我觉得以后也会持续这么认为 但是尽量让自己这个这个思维成熟一点 然后想到内容沉淀的够加的就是夯实一点 再去动笔写吧 哎之前我是写文章写杂文写 一些时评 现在回头来也也翻翻过来看很多都是月后集粉那种 昨天发生的一些新闻 我今天写一个评论 其实你再过三天扣这种视频一点价值都没有 这就叫这就叫月后集粉 还有一些关于一些什么历史类的杂文 历史类人物的评价 发现自己某些观点吧 看的不精准不准确不客观 哎那样的也没有价值 哎 所以说之前写文章写了好几年 嗯 几十万字 百万字差不多吧 但是能够能够留下来的我觉得很少很少 嗯 其实就是说能 所以说嘛 要要写系统的书啊 一定要经过一些长时间的思考 哎 这个这个这个 思考这个框架 然后你要表达哪些观点 你的观点 中立不中立客观不客观 你引用的各种论据啊 是不是真实啊 啊等等等等 啊你的这种心态是否健康 你传达出来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还是一种充满力气 哎 引人就是说 是不好的还是好的 是需要一个长期思考的一个过程吧 哎 反正 就成为一个自媒体人了 啊 而且而且我现在我我也想向大家释放出一个信号啊 我希望有条件的大家都来做自媒体 而且我一点也不利涩我的这个粉丝跟大家分享 这么说吧 如果说有朋友 觉得发声比较危险 比较害怕 可以买一个面具 给戴在脸上 就像徐晓冬徐冬瓜那样啊 戴一个面具啊 这样的话呢 人脸识别就识别不到你 那还有一个什么声音识别呀 也没关系 用变声软件稍微变一下 然后这个语速呢 稍微拉快个1.2 1.3 或者拉慢个1.2 1.3 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就很难很难检测到你到底是谁 这样的话你发声就不会有危险 如果说有人他连续做了这么几期视频 如果说我要是看他的观点 跟我是同一方向上的同道 我就会替他去做一些宣传吧 我就希望我的粉丝也去也也会去关注他 因为牛逼咱也不敢吹 咱也不像别人动不动上百万的粉丝 是吧 就是说能够帮你达到一个获利的基本门槛 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多去做视频 而且大家也不要怕五毛去骂 今天这个视频临稳 咱们再讲一个小小笑话 就是在YouTube上有一个朋友 新朋友公子时评公子沈 他的一些观点也是很犀利 长得也很帅 就是说他的粉丝现在比较少 虽然说现在粉丝很少 五毛已经盯上他了 已经盯上他了 开始盯上他骂了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啊 他在什么什么推特上发了一个一个信息 底下那个五毛就骂他 然后呢点开这个人嘛 这个推特号 你上面有显示吗 他关注了几个人 被几个人关注 你一看他关注了哪些内容 马上就知道他有什么人 结果呢那个骂公子时评的那一个人 那个五毛 我一点开他关注了哪些内容 哎呦没把我笑坏了呦 他就关注了七八个人 结果关注了全是那些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小电影 哎呦 这次也就是一个小插曲小笑话 反正大家都大家也都不要害怕 反正越多越来越多的人 站出来发声大家就越安全 你看香港吗 香港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看香港他就是为了修改一个 一个逃一个反送中啊 修改一个这个送中条例 结果整个香港全民都都都起来了 那样的话感觉也无可奈何呀 你看国内修改宪法都可以悄然无声息的 反对的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通过修改宪法通过了 国的就是这样 宪法呀那是立国之本呀 说改就改呀 你看这个什么 香港只是修改一个条例 已经香港几百万人都不愿意 这就证明说大家普遍的觉醒 大家普遍的勇敢的站出来 那样的话 哎就会大家就会越来越安全 嗯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